那么我们来说一下第一个关键点 大拇指压在正面 大拇指压在我们的胶皮上 虎口掐住拍肩的中间位置 不往下不往上 虎口掐住中间位置 我们在握拍的时候应该是正掐虎口 如果在打的过程中反手可以微调 偏向于我食指握拍 如果是正常我们应该正掐中间位置 就这个位置 正掐中间位置 那么我们这三指握住我们的球拍 三指不要跟我们大拇指分离太多 也要紧紧的 你看我的中指也是 中指基本上在我的一个骨的 我中指的一个中间的骨节位置 把它握紧不要太偏 如果你偏的话 这块马上就会出缝 我们后面的手背位置 紧紧的贴合在我们的球拍上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 它应该都是握实的 那么食指呢 在我们反面的时候应该贴于胶皮的左下角处 在正手发力的时候 摩擦 看 带动手腕进行转动 撞击 来球之后 向前去顶拍用力 反手是大拇指顶拍发力 摩擦的话 大拇指带动手指手腕进行摩擦 质量就会提高很多 大家质量呢 就会提高的非常多 好了 那么我们说一下直拍 直拍这里面 因为小韩不是打直拍的 我尽力给大家讲 如果对你有用的话 你就去学 如果没用的话 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直拍 直拍大拇指和食指 这两个位置呢 是要进行调换的 比如说我直拍的推挡 那么大拇指是一定要松弛的 你看 如果我推挡的时候 大拇指是这样握 你会发现你推的时候是向上走的 大拇指压拍向前收 向前走 那么我们这个直拍的这个正手的时候 它是靠 很多人是不是喜欢那种翻轴 实际像我说的 你正常握拍的时候 拍面就是这样的 但是我们横拍 正常握拍是这样的 你肯定是偏力的 所以你要刻意的进行压拍 那这个压拍的关键点 就是靠大拇指来调 你看 靠大拇指来调 我们的这个拍形的角度 那么食指呢 在握拍的时候 它分为小前视或大前视 许昕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 大前视握拍 两个手掐的比较大 他认为这样的发力呢 他更能用得上劲 所以他没有什么绝对的正确 或者是错误 大家如果是小前视 你能用上劲 你比如说手小的 打快弓的 那肯定是这样握拍的 是吧 你如果是拉球的 打弧圈打弧线的 你肯定是大前视握拍 这两种都没有问题 大家都可以 按照我说的这种方式 把它握紧 然后我们在正手攻球 或反手攻球 在任何的技术情况下 两指是用力抓拍的 那么在反手的时候 我的大拇指也要压实我的地板 而不是虚放 如果直拍横打的时候 它是压实我的地板 不是虚放的 那么我后三指 很多人 因为这样才能用上力嘛 很多人都会这样握 其实我们的关键点是 三指应该拳起来 这三指是应该拳起来的 那这三指拳起来的 关键是什么 有的人直拍横打的时候 第四个指头 也会贴在我们的胶皮上 其实这个不是很重要 重要的就是 你这一个单板上 你能用上劲 但是正常正手攻球 或者是推挡 这个技术体系下 三指应该是拳起来 叠加在我们的中指上 然后在正手发力的时候 它这个核心 关键点就是压实底板 这几指 发力往前走 发力往前走 所以在发球的时候 因为你带动的 你后三指 就跟我们横爬的 这个指头是一样的 食指是一样的 所以后三指的力量 在发球 拉球 这里面 后三指顶爬的 这个核心力量 也要充分的把它找到 大家也要充分的 去把它找到 关键点 正手位呢 就是在出球这一下 我分为小前世和大前世 在我击球的时候 这两指 一定要抠住球拍 抠紧球拍 还有就是我们的虎口 要紧贴我们的虎口位置 我们的板板 因为长 纸板的话 它稍微的短一点 大家要紧贴 我们的板板板的位置 这个位置进行发力 贴住 看我摩擦 反手 虎口是要做支撑的 那么大家在打球的过程中 我的拍面的松动 或晃动的情况 就不会那么明显了 因为直拍 它比较难 直拍这个握拍 确实很痛 它比较难 所以我们要 依靠于我们的 虎口的位置 作为支撑发力 这点是尤为关键的 这点是尤为关键的 好 对